为找回民国560年代民众买票进戏院来看布袋戏的荣景 台中木偶剧团今年是重新编导 让他的精光看家戏《圣剑风云》 走进屯区艺文中心来演出 而为了增加视觉效果 布袭重金打造了浮空投影和体感科技 希望把传统庙口布袋戏引进现代剧场 找回流失的观众 一开场白养生及鬼修罗展开激烈的震血对决 施展了功夫透过投影布幕 更让人感受到精光布袋戏的声光效果 台中在地结出演艺团队的台中木偶剧团 今年不惜重资 重新编导他的精光看家戏《圣剑风云》 把精光布袋戏给搬进到了戏院里面 把这种过去的影像的经验带到剧场来 但是剧场有很多的条件要克服 包括灯光 包括投影 包括一些体感 我们这一次呢 把3D 4D的这种效果投射到我们的舞台上 让观众在整个新产的过程里面 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这种声光特技的使用效果 戴系是一个实体的 那我们科技就是做科技投影 浮空投影 还有怎么去做残影还有体感科技 其实在当中这个节奏的结合 现场跟虚拟 我觉得是比较需要时间去磨合出来的 台中木耳剧团表示 台湾布袋戏在560年代 只要买票进戏院看的 为了找回那时的种景 台中木耳剧团试图转型 将精光布袋戏引进剧场 而第一次的售票演出 为了增加声光效果 也结合了浮空投影及体感科技 要带给民众值回票价的感受 很惊艳然后也很震撼 他用很多科技的手法 有结合我们的传统的布 尝试一些多媒体 跟一些科技型的东西加入进来 那也很高兴说 开始我们精光系也慢慢 透过大家的努力 慢慢被大家看见 那也经过其实蛮多次失败 就是说你的投影 跟你的布袋戏的位置搭不搭的起来 还有它整体的呈现上面出来的视觉 效果它是好不好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磨合与更新 在妙口布袋戏 观众逐渐流失的年代 台中木耳剧团勇敢突破转型 将科技结合了传统 以受票进闯的方式 要找回流失的观众 也希望这样台湾布袋戏文化 能够换个方式给延续传承下去 就这里这样的海中才碰到 今天董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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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